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日本民间团体为安抚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干事腾景实验日前指控,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捏造照片,将伸展动作说成是脚踢为安抚同向。 对此,谢今日喊告且不排除前往日本当面对之,谢龙介今日透过党部发出声明,指出腾景不敢面对个人最正确凿的恶行,反而薄无羞耻心地用谎言来掩饰,这种没有骨气的懦弱作为,不但让人不齿,更是牵累其他日本国民,替日本丢脸。 谢志出,日前公布的现场影片清楚显现,腾景是刻意对为安抚同向展现轻蔑侮辱的动作,还安排摄影人员在旁拍摄,所以究竟是脚踢同向还是脚麻,事实不容脚赖,影片绝无造假情势,近日将在公布完整版影像。 谢龙介也说,若腾景愿意公开对质,他愿意付机票费用让腾景来台向台湾人说清楚,讲明白,此外腾景若是脚麻,气血不顺,台湾倒是有草药一条根可以专门治疗这种软弱症状。 感谢观看